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两位老戏骨,看看他们如同戏剧中的精彩生活。 一、后宫奔现的张铁林。 在出演环珠格格的黄阿玛后,张铁林就被观众们成为皇帝专业户,也不知道是不是张铁林入戏太深。 现实生活中,他的感情生活真的堪比后宫。 不得不说年轻时的张铁林还是有几分帅气的,因此一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后,就直接拿下斑花沈樊平。 可是没过多久,当张铁林遇到80年代内地第一美女宫学时,两人便陷入了爱河。 当时的张铁林与宫学比起来,简直就是小透明。 不过大他四岁的宫学,还是给了张铁林不少资源,一直到宫学之身前往美国发展而告终。 随后张铁林又与作家邓兴恋爱,但甜蜜的时光也是短暂的,张铁林选择前往美国留学,于是一通电话便宣布了与邓兴的分手。 在英国期间,张铁林终于遇到了想结婚的人,两人很快结婚,并育有一女。 拿到英国国籍后,他还是选择了回国打拼。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,他借下了还诸格格的邀约,成为素了黄阿玛的角色。 这也将他的事业推向了一个高峰。 成名后的张铁林认识了小自己17岁的侯俊杰,很快侯俊杰就有了张铁林的孩子。 可是张铁林并不打算认亲,要求侯俊杰将孩子打掉,因为此时他又喜欢上了16岁的回族演员雅琪。 可是这段感情也没有维护多久。 2022年的时候,张铁林在济南大学上课时,又与学生孜小敏谈起了师生恋。 这次孜小敏又怀孕了,对此张铁林抱怨道,怎么经不住碰呢? 一碰就出事,这句经典名言,简直震碎了大众的三观,也同时将张铁林推上了风口浪尖。 张铁林凭借着自己多年的恋爱经验,以为孜小敏会与其他女孩一样,很容易就能被打发了。 可没想到的是,这次孜小铁直接联合侯俊杰,将张铁林告上了法庭。 在舆论的重压之下,张铁林不得不出面承认自己的错误,并支付了抚养费。 此后,张铁林的事业也随着口碑开始走下坡路,估计落寞的皇帝也别再想轻易地拥有三宫六院了。 2. 被拍偷情的朱石茂 浓眉大眼的朱石茂可不仅仅是一位小品演员,他在与搭档陈佩斯合作小品之前,就已经是一位出名的影视剧演员了。 他在80年代出演的电影《木马人》也曾经迷倒过《万千少女》,可能是早期的成就太过耀眼,步入中年后的朱石茂虽然也一直从事影视相关产业,但热度明显下滑。 就连投资了4000万的电影《胡杨的夏天》,最终也仅以400万的惨淡票房收尾。 不过,谁也没有想到,就在朱石茂事业并不如意的时候,《华编新闻》却一次次地将他推向了热搜。 比如就在拍这部电影的同时,他被拍到与年轻女孩激情拥吻,面对有些模糊的照片,他表示这只是礼貌性的拥抱,并怒斥拍摄者《无中生有》编造事实。 但过多久就在戒烟不戒酒的发布会上,公开与女演员接吻,网友表示这也是礼貌性的接吻。 最重要的是,朱石茂的礼貌还不止一次被偷拍,随后的几年,他还是时不时地就被拍到,有次是与一个年轻的女孩在国内激吻,当时报道的媒体直接用恶狼扑石来形容。 气得朱石茂发微博回怒,表示有一小部分媒体,甚至不惜损害他人名誉的态度,信口开河。 可是没过多久,他又再一次被媒体拍到。 在一个深夜的马路上,一位年轻美女从朱石茂的车上走下来,朱石茂则摇下车窗,与美女上演了一出吻别。 对于这样的情况,网友都表现出了不淡定,说他死鸭子嘴硬。 有网友甚至表示,朱石茂老师实在是太礼貌了,这种外国的社交礼仪被他使用得炉火纯青。 对于这种外国的社交礼仪被他使用得炉火纯青。